大家好 前几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给杜鹃花换盆之前需要准备的工作 这期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配土 如何上盘 我给它配土 主要用的是这种通用型的营养土 这种营养土它是专业调配的 它的保肥性保水性会比较好 然后呢就是这个合砂 我们家用合砂的目的就是增加它的透气性 增加它的透水性 后期我们浇水比较容易浇透 而且呢不容易产生积水 所以说大家给杜鹃花配土 最好不要单纯的使用一些营养土 配一点合砂 后期养护起来会更加的轻松 接下来就是给它加入底肥 这个底肥呢就是干养分 大概加入10%就可以了 跟这个土壤一起混合 我们先在盆的底部垫上一层土 然后呢再给它加入养分垫底 大概两到三厘米后 再给它垫上一层土 我们再来给它拖盆上盆 把这个堵球去掉一部分 尤其是上面这一层 这个堵球比较结实 如果去的太多的话 会伤到它的根 我们只需要去掉少部分就可以了 去掉一点点根也没关系 它长的新根越多 后期它就生长的会越旺盛 因为这个杜鹃花原来的这个旧土呢 会带有很多细菌病菌 所以我们给它上盆之后 一定要给它做一次土养杀毒 用这种厄梅林 因为这种厄梅林 它是比较低毒玩饱的 非常适合家庭使用 而且呢它又可以诱发杜鹃花 长一些新根出来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接下来先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缓上一个星期的苗 然后再逐渐给它增加光照就可以了 这一段时间 我们尽可能的不要给它浇太多水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给你看